在小说三体中 第五个面笔者詹北海制定的 抵御三体舰队的战略中 是这样写到的 飞船的速度达到第三宇宙速度的300倍左右 飞船的作战半径将扩转至科伊伯黛以外 与离太阳1000个天文单位以内的空间 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天文概念 科伊伯黛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地球牢笼的墙 科伊伯黛 大家好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并打不住 旁边是第六个面笔者 小仙 大家好 潜伏了这么久 终于被大家发现了 科伊伯黛是一个巨大的环形空间区域 它位于太阳系的几乎是最外端 科伊伯黛的内沿开始于海湾星的轨道 距离太阳大约是30个天文单位 一个天文单位大约是1.4亿公里 也就是说科伊伯黛内沿距离太阳大约42亿公里这么远 而外沿距离太阳则有55个天文单位 也就是说大约是77亿公里以外 科伊伯黛这个空间大约是一个35亿公里这么粗的大型天天圈 1943年爱尔兰天文学家肯尼斯·埃奇沃斯首次提出了科伊伯黛的这个概念 但是还不叫科伊伯黛 但是他只是觉得太阳系外围应该有一个彗星和小行星的储藏库 地球上现在观测到的看到的大部分彗星和小行星应该都位于那个地方 而且坠落地球的这些流星也大部分应该来自呢 埃奇沃斯的理论最终在1992年被得到证实了 天文学家大卫·朱维特和研究生简卢直接用望远镜就观测到了太阳系外围 有这么一个由彗星 海行星 行星 小行星和其他冰体组成的小行星带 从望远镜 从望远镜就看见了 然后他们又经过多次的计算 反复的观测 最终确定太阳系外围确实存在任何一个小行星和贵星的储藏库 他们将这个小行星带呢 取名为科伊伯黛 科伊伯这个名字是为了向行星学之父杰拉德科伊伯致敬 而位于科伊伯黛的这些小行星 哎呀 说了这八糟的这些行星 被称为科伊伯天体 简称KBO 而被提出九大行星的明湾星 实际上就是一颗比较大的KBO 到现在科伊伯黛已经被发现了三十多年了 我们也在科伊伯黛发现了各种的小行星 爱行星 或者大瓶块 根据天文学家推测 在科伊伯黛存在至少七颗和明湾星差不多大的爱行星 百万颗小行星 数万亿颗会星 这些里面的各种星 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容易理解 容易识别 也容易追踪的星 但是也有一部分发现就不那么科学了 甚至有一些会挑战对太阳系的认知 比如说 科伊伯黛的彗星 KBO2008 KV42 这颗会星还有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叫德古拉 德古拉 德古拉 除了在有月亮的时候出现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比这个原因还要诡异 这个要和这颗星的特立独星的关系有关 我们都知道 太阳系中的所有的行星 小行星 爱行星 会星 不管多大多小 它怎么围绕 基本上都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围绕的太阳运动 都是逆时针方向围绕太阳运动 这个环绕翻向被称为顺轨道 而围绕太阳运行的平面就被称为环道平面 但是德古拉不同 它的运行方向是顺时针绕太阳运行 而且它还抛弃了环道平面 它的运行轨道和环道平面呈103.5度的夹角 说一个不是那么恰难的比喻 就像人们下班去挤地铁 所有人都往地铁的方向走 就有这么一个人往入口方向跑 班界问题是 它还走的是天花板 身子还是歪的 这个就是为啥给它取名德古拉的原因了 像这种不走寻常路突破 我们原有天体物理学的东西在科幼大还有 比如说2003年发现的矮行星赛德纳 2003年在加州帕洛马天文台的一个小组发现了多个超出名王星轨道的天体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赛德纳 这是一个离太阳非常非常远 但是照着太阳运转的这么一个天体 赛德纳的公转轨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椭圆 夸张到啥程度 远日点估计为937个天文单位 近日点约为76个天文单位 近日点和远日点差了861个天文单位 可能大家没有概念了 我说这么一个比喻 这个空间可以放下400多个地球轨道 这种奇怪的轨道引起了天文学家极大的兴趣 天文学家穷尽了各种手段 各种计算 都无法解释赛德纳是如何形成这种离星椭圆轨道的 我们著名的侦探福尔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 排除所有不可能 剩下唯一一种情况就是真相 天体物理学家也得到了这么一个唯一的真相 塞德纳和德古拉的轨道是这样的诡异 他们是因为受到了一个未知的巨大行星的引力影响 把原本椭圆形的轨道或者平面的轨道 硬拉成了现在这种夸张的奇怪的情况 之后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 坎斯坦丁·巴蒂金和麦克尔·布兰在2016年 又发现了6颗类似的天体 都是在太阳边吗 都是在可以过来 这些天体的轨道不仅有相似的静日点 而且有相似的静日点浮角 这就是说他们也被一股引力拉住了 将椭圆形的轨道拉成了这种夸张的椭圆 天文学家这个时候只能接受他们最初的那个不愿意相信的答案 太阳系里还有一个我们未知的巨大天体存在 只不过我们人类的眼睛看不到 对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观测到 其实在19世纪就有一个假设 太阳系可能是一个双星系统 在科伊伯代的深处还有一颗我们看不见的赫矮星存在 赫矮星通常被称为失败的恒星 是一种巨大的天体 但是它们没有足够的质量来点燃它们的氢核 因此它们不能成为太阳那样的恒星来发光 但是经过天文学家的推算 我们这颗赫矮星可能没有这么大 或者说它可能离我们很远 它的质量大小约为地球的5到10倍 直径约为地球的2到4倍 距离太阳约为400到800个体温单位 它真真是处在了太阳系最外围的边界了 2017年研究人员基于数据和计算机模型 这个模型就包括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 还有科伊伯代的各种星体 最终统一出了这么一个太阳系模型 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确定 在太阳系遥远的边缘 确实隐藏着这么一颗巨大且神秘的暗星星 但是我们一直无法观测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处在的位置离太阳有点太远 我们现在观测这些星体 重要的一点还是太阳光 如果离太阳太远 阳光到达阿里那里太弱 而且这颗暗星星本身又不向外发送辐射 那我们就很难观测到它 但是这个计算结果呢 让天文学家确定太阳系一定存在这么一个天体 NASA呢 还给这颗暗星星取名为X星或者第九星星 在互联网上 其实我们有一个对它更熟悉的称呼 尼比鲁 这是150多年来首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我们其实对我们的太阳系星星了解可能都太区乏了 NASA呢 现在也开始寻找这颗神秘的X星星 希望它能够解释科伊伯代中那些天体的遗产行为到底是为啥 不过我告诉大家 这个行为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我们刚才就已经介绍到科伊伯代 距离太阳很远 对吧 能照到那里的阳光呢其实也很稀薄 如果一个小行星本身不发光或者本身没有辐射 那么我们就很难观测到它 而科伊伯代呢 又是由大量的彗星 海行星 小行星组成的 还有各种面块 如果一个东西要躲在那里 也很容易被人忽视吧 也就是说 如果有外星人要监视地球又不想被发现 那么科伊伯代就是一个既能躲藏自己 又能观测到地球的完美一点 而且就是我要串一个东西啊 2012 11月份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NASA的那个太阳直播被切断的时候 不是观察到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有动力系统的一个飞行器 在太阳那里吸收能量 吸收就是把那些立场活跃的太阳黑子能量吸走 然后迅速地飞离 而且不是一个只有十几个 在那一瞬间NASA切断了直播 之前还是查得到视频的 有人存下来了 但现在不知道查不查得到 应该是有的 就对 那说不定就在科伊伯代有那么一个基地 基地的补给都来自于太阳能量吗 他们遇到过 遇到过 NASA遇到过 OK 好 下面就是一个故事 好 串到一块了 2015年4月7号 NASA的新视野号探测器到达了明湾星附近 新视野号表面上其实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探测明湾星 它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深入科伊伯代 但是背地里它还隐藏着一个任务 去探测一个1994年发现的科伊伯代天体 这颗天体以五个半小时的周期不停闪烁着 天文学家认为 这种闪烁的来源是由于这个天体以五个半小时的周期自旋 自己在旋转 但是这种自旋的速度放在天然的天体里面就显得太不自然了 因为太快了 你知道吧 快到根本就不像一个天然天体 这次新视野号隐藏的任务就是去探测这颗不停旋转的科伊伯代天体 然而 就在新视野号探测器接近目标的时候 探测器的所有通行突然转弱 NASA的控制中心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没有办法再看到或听到任何信息 过了一个小时后 新视野号已经开过了那个天体了 并且开始远离那个天体一段距离了以后 所有的通行又突然恢复了 恢复以后 新视野号就错过了唯一一次能观测到这个奇怪天体的机会 只能进入科伊伯代 但是刚刚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一直正常的通行突然中断了 这就很奇怪 这个时候 一位NASA工程师就带着一个他自己都害怕的想法找到了他的主管 工程师向主管投入 刚才好像是有人干扰了我们和新视野号的信号 好像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不想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做什么 而那种旋转好像是在制造人造重力 这个想法就吓坏了那个主管 那个主管知道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因为NASA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造重力了 曾经就设想过将空间站设计成那种圆柱体 然后自己在自旋 就跟他的自旋是一样的 但他自旋来产生足够的重力 这些空间站理论上可以在内部布置上 小镇 农场 公园提供跟地球很类似的环节 连重力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人类的人造重力失败了 因为我们人类不能适应这种靠内自旋 造出的人造重力的环境 这种情况下 人会受到科里奥利利的影响 会导致直线运动就变形 甚至引发运动障碍和疾病 在这种环境下 人类很容易患上那种运动症 区域循环障碍的问题 但只有制造人造重力的自旋 和有人为控制 才能解释那个天体的自旋 和突然中断的信号 而且如果真有生命在控制着这个物体 他们要隐藏自己的行动 科伊伯代一定是最好的残生之处 但是在2016年 美国宇航局还是宣布 他们新事业号的任务是成功的 但是关于这个信号丢失的情况 他们绝可不提 而关于行星X 也就是第九号形象 NASA也倾向于更科学的去解释它 但是行星X的存在 已经是被许多天文物理学家所认同了 现在科伊伯代仍然隐藏着很多很多的谜团 但随着我们对这个遥远区域的理解不断深入 不断探索 我们可能在那里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案 可能是尼比鲁 可能是阿姆纳齐 或者天龙人 又或者囚禁地球的围杆 你觉得呢 还有海奥华育园里面的那些外星人 就所谓的外星人 其实他给我们农场主的描述来看 他们的科技是相当相当发达 他们基本上就是可以读星 读星不是一个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的飞船是有各种 我们现在想都不敢想的科技里面的 所以他们干扰一下我们的信号 真的太简单了 对 其实我省了一部分 但另一部分我不太愿意说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科伊部队里面呢 可能还存在了一种叫做黑暗舰队的东西 黑暗舰队干嘛的 黑暗舰队分成两波 一波黑暗舰队 维护太阳系的平衡的 还有一波黑暗舰队是 保证没有人走得出太阳系 维护黑暗舰队的这些人呢 是从地球上抓去的 保护没有人走得出太阳系的 这一波黑暗舰队呢 是天龙人在控制 在我查这些资料的时候 那这两波是对立的吗 不是对立的 是合作关系 合作的 但是他们是有点那种对立合作关系 你知道吧 这个跟那个纪录片又对上了 就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退伍的军官 他在退伍之前 是在51区还是在哪里去服役 他出来爆料是爆料什么呢 就他们之前那个区域 不光是大家明面上看到的那些军事活动 其实还有一些跟地外文明的合作 人类在这个合作当中处在一个 非常低端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是一个跑腿的或怎么样的 他见过各种各样 他作为被选中的人 他见过各种各样不同的那种外星人 他们可能就是他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 出于某种目的 但是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目的的 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有一个出发点 他不是为了控制你或者是去奴役你 或者去去去利用你 他不是这种目的 他们也是在参与这个宇宙的这项目当中的 一个事情 他们有一些星球 或者有一些种外星种族的人 其实参与这个大型的研究项目 其实这个研究项目为了干什么 我们地球人理解不了 现在我们脑容量是理解不了 但是有些人 有些种族已经研究了几十万年 他们的寿命也好 还是他们的文明的时间也好 都是比我们长很多很多的 所以说我们很难去理解很多东西 他们需要我们参与其中 也是想让地球上的某些领导团体 来防止更多的地球人知道这样一个事情 他也提到 其实太月球背面就是中转站 他每次都是从月球背面出发去那个基地 对 他基本上是就是瞬间到达的 那基地有可能就是刻意不代 可能是火星 这个人是一个女性 她说她四岁的时候 就被带到了他月球背面的一个基地 每一天他睡觉以后 他的意识就会带到月球 做一些测试题 这些测试题的表面上看都是很简单的测试题 也都是让你什么摆动什么东西 摆动什么东西 但是这些测试题都是那种高等文明 说那种高等文明 给人类做设置这种测试题 这种测试题你做的时候 就能开发出你的一种内在的心灵能力 你参加完这个测试的同时 你就会领悟到一些特殊的特异功能 比如说他领悟的特异功能就是短暂的预知未来 还有隔空取物的能力 反正还有一些这种什么灵感性的能力 能感知那种能力 还有心电感应能力 不说话你就能心电感应跟人家 这些能力 他的能力在所有灵选者里面 被灵选者里面是非常强的 但是跟那些人比起来又比较弱 但是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条件 达到条件以后 他就从月球基地被转移到了火星基地 就跟你说的一样啪一下就到火星基地了 他四岁的身体就一起被带走 不管是精神了 一起被带走了 他就从精神回到了身体 在火星基地接受训练 他爸妈不找他吗 最后你就知道为啥不找 四岁他一直训练到了十岁 对在火星基地接受各种这样的训练 一直接受到了十岁 到后两年大概八岁开始 他就被安置在一种特殊的飞行器里面 去执行任务了 虽然那些开始的任务都比较简单 也算是训练任务 到十岁他就开始独立执行战斗任务 战斗任务 需要战斗 在火星上其实是有好多派的这种人物 虽然他们都是为了研究 虽然他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 但是就有点像我们的社会虽然很安定 也需要警察一样 他也就是那种一个角色 警察的角色 对他们通过战斗服 就能获得跟他们差不多的力量去进行战斗 到第十五岁的时候 他的能力就开始减弱 然后他就被转送给了天龙人 科伊伯在外围 他又开始给 感觉像人口贩卖呢 有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把人类看得多么重要 对 感觉也不是很高等的那种文明 只是科技很发达 天龙人就让他执行的目标呢 第一个 不让任何飞许可的东西 不管这个东西是行星 彗星 还是说飞船 离开可以不在外围 第二 不让任何飞许可的东西 飞入太阳系 天龙人的目标就是这个 他们好像是专门为战斗而生的 这个其实引出一个点 奇怪的一个 地球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不让太阳系内的人走出去 好像是个实验场 他又在那里服役5年 到第20岁的时候 他发现跟他同批的人 所有人都被集中在了 又集中回了火星基地 分别送了回去 20岁 都回去回到地球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那些人能把他送回到他离开的那个时间点 瞬间长大到20岁 不是 他慢慢长大到20岁 他又回到4岁 又被送回了 4岁 他离开的那个时间点 以4岁的去体出现 所以他父亲母亲不知道他离开了 对于地球来讲可能是个瞬间的事情 对瞬间的事情 其实他过了10多年 对16年 他是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他在39岁的时候 还不满40岁的时候 39岁的时候 遭遇了一场车祸 遭遇一场车祸 就被送进ICU抢救了 在抢救整个过程中 他的这些记忆就不停地浮现出来了 OK 中间这段记忆其实是被那些人抹掉的 对 但是没有抹干净就就浮现出来了 40岁以后出来 他恢复了40岁了出来 他公布了这件事情 就是他当时服役的那个舰队叫暗黑舰队 他有方法 这个有点 我又串到另外一个事情了 就很有名的那个叫什么事件 他说他记忆当中有一个 他中学有一个同学 还是大学高中有一个同学 但是身边所有人都不记得有这个人 叫什么事件 魏泽熙还是 反正是属于你 我知道 那个事情 中文互联网那台上还是很火的 对 我告诉你 我下一期慢慢解释这个事情 OK 而且是很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事情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